大家好,我是Cindy 从本次课开始呢 Cindy又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新的系列视频课程 Cindy夜话JDBC 那这套课程呢 我大概会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详细介绍如何使用JDBC来编程 那JDBC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呢 JDBC又叫Java Database Collectivity Java Database Collectivity 也就是说是Java数据库连接的一组API接口 这个呢 是Java专门用来执行SQL语句的Java API集合 那么呢 它可以为多种关系数据库提供一个统一访问 比方说Java使用JDBC呢 可以去访问Work 也可以去访问MySQL 还可以访问其他的关系数据库 这个JDBC呢 实际上呢是一组由加纳语言编写的内核接口 而JDBC呢提供了一种标准 使用这些内核接口呢 我们可以构建更高级的工具和接口 使数据库开发人员能够编写数据库应用程序 其实啊 我们介绍了这么多JDBC其实就干一种活 就是跟数据库来交互 比方说我们要查询数据库中表的记录 可以使用JDBC 我们要去增加删除或者是修改数据库中数据表的记录 我们也可以使用JDBC 去调用数据库的存储过程 更加要使用JDBC 如果我们想要使用Java语言去跟数据库交互 那么必须使用JDBC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配置JDBC呢 其实JDBC是上公司提供的一组API和接口 它们已经被包含在JDK之中 只要我们引入了JDK 自然就引入了JDBC的API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JDBC 在JDK中的API文档 它主要是在哪个包子下 那么JDBC呢 主要是在Java.secure包之下 在这个包之下呢 就是Java提供的跟数据库交互的API 那么这些这个包里面 有N多的接口 还有很多类啊 每举啊 和异常 都是用来提供Java跟数据库交互使用的 那好 既然JDBC呢 是Java用来跟数据库进行交互的 在这里我演示的实例呢 就还是跟ORC进行交互吧 我这个地方呢 已经创建好了一个数据库叫做ORCL ORCL 那我使用里面哪个账号呢 就是Squart Squart账号吧 Squart账号中有四张表 这个我在Cindy夜话ORC中哈 已经给大家详细介绍过 分别是EMP表DPT表 还有其他两张比较少用的Sanary Grade的呀 还有Bonus 这四张表 那我可能比较常用的会是EMP和DPT表 好 这里检查ORC已经启动 已经启动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既然上公司呢 是提供了JDBC来跟数据库交互 但是呢 因为数据库是各种各样的 那每种数据库 它其实底层都不太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JAWA想要实现跟数据库 统一的这样一个交互呢 还需要数据库厂商来专门提供 跟数据库交互的驱动器的架包 那么对于ORC 它所提供的驱动器的架包在哪里呢 因为我现在ORC是安装在这个 EdgePan的APP之下 Product11.1 -0 底下有一个 JDBC的这样一个文件夹 进去以后 Laborate Laborate里面呢 有OJDBC5点价 OJDBC6点价 因为我用的是JDK1.6以上 我现在是1.7哈 所以我的JDBC啊 或者说是ORC的这种数据库驱动器的架包 就是OJDBC6点价 接下来呢 如果我要做相关的这种程序的开发 就必须把这个OJDBC6点价 导入到加瓦项目之中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必须哈 我们做JDBC跟数据库交互的时候 必须引入的 ORC的数据库的驱动器的架包 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数据库 比方说MySQL哈 他们的数据库驱动器架包都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 我打开了MyGlips 新建一个Java项目吧 JDBC1 这个项目名就叫做JDBC1 OK 好 点击Finish 依然还是回到这个MyGlips的这样一个仕途吧 好 现在我是切换回的MyGlipsJava的一个Enterprise仕途 刚才他是问我要不要打开一个Java仕途 看一下还是回到这个MyGlips的这种Java仕途比较好 好 创建了一个Java项目之后 直接引的是JDK 直接引的是JDK 因为SUM提供JDBC的API就是放在JDK里面 那么接下来如果我要在这个项目中实现跟数据库的一个交互的话 我还得引入 好 选择Build Path ADD External 引入这个数据库的驱动器的包 之前我在H盘的APP CINDY Product JDBC中的Library下的O JDBC6点价 记住这个是JDK6以上的所需要的数据库的驱动器价包 如果是OJDBC5的话呢就JDK5所对应的 好 引入进来之后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Reference Library 我外部引用的一个库 OJDBC6点价 好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既有JDK又有数据库的这种驱动器的价包 OJDBC6点价 那么JDBC的环境配置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本次课的内容呢 也就结束了 下次课呢 我们会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 来用代码实力 告诉大家如何进行JDBC的开发 稍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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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